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11月25日,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周吕波的现状 因为这两天呢,是美国的感恩节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周吕波呢,他录了一首歌 是一个MTV 他的这首歌呢,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叫感恩 其实这首歌还不错呢 这首歌的词写的也不错,曲写的也不错 然后周吕波唱的也不错 然后这个MTV里头呢,他里面就拍摄了一些个场景 一个是周吕波呢,在那唱歌的那个场景 挺投入的,挺纯真的的一个场景 他唱歌 另外呢,还有周吕波和胡杰两个人 他们两个去看望一些个孤儿啊 那些孤儿我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像是有毛病的 好像是精神上有一定毛病的一些个孩子 还有一些老人 还有他那个羽花斋是吧 免费提供午餐的那个 好像叫羽花斋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如果记错了的话 大家也知道我是指什么 也不是一个太重要的事 对吧 记住没记住 反正大家知道我是指什么 就是周吕波的那个慈善啦 提供午餐 每一天啊 每一天都给几百人提供午餐 其实挺了不起的 他们两个做慈善的这一些个镜头 其实这个MTV啊 做的其实还蛮感人的 如果我们不知道就是周吕波之前 因为他自己老是怀疑别人陷害他 然后去那个攻击人家燕军 攻击人家唐爽 攻击人家摸虎 抹黑人家 污蔑人家 就是恶狠狠的要把人家那个搞死 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些的话 其实他这个MTV呢 很感人 周吕波其实他也是 很显然他做了一些善事的 上一次我就说了 上一次他就是在微博里面发了 关于他做这个 每天中午都提供那么多人 免费午餐的这件事情 我当时就说了 周吕波还是一个挺善良的人 他在做一些个善事 很显然他做了这些善事啊 有一些人就说 他的善良呢是假的 说他帮助那个唐爽呢 也是假的 有他的目的的 是希望唐爽将来能够成为他的女婿的 我就说那都是个美影的事啊 成为他的女婿都是个美影的事啊 就算是他有那么一个目的 对吧 他对唐爽好 那是毫无疑问的呀 对吧 如果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如果你对我好的话 如果你对我好 不管是谁 我一定不会去深究 你到底有没有什么目的 只要你对我好 我就会感激 如果我们世界上的人都能对别人好 这个世界已经很美好了 甭管他的动机是善还是恶 他对人好 你要管他善恶 对不对 这个世界你说多美好呢 或者退一步说 你用不着对别人好 你就是不侵犯别人 不恶语相向 这个世界已经是很美好了 我觉得人老外呢 这点做的比较好 他们呢 就不去评判别人 好 他们不吝惜说好话 我以前也做过视频 他们可会说好话了 就是一张普通的照片 我天哪 他都能夸你半个小时 我理这么一个头发 他们每个人都能夸我半个小时 然后如果你不好的话 人家就不言语了 好的话不吝惜好话 因为甭管他是 是不是虚情假意 对吧 甭管他回家以后说啥 你表面上让我感觉好 就得了呗 你还非得跟人家 看看人家回家以后说什么 对不对 人家没有当你的面来伤害你 不就得了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周吕波这件事情啊 自始至终呢 我们就觉得周吕波多事 这事呢 就觉得是周吕波挑起来的 周吕波回国以后 如果什么都不言语的话呢 就是所有的这一个风波 就不会有 对吧 如果他不言语的话 唐爽也不会言语 如果唐爽不言语的话 哪会有王志安到美国去采访呢 那王志安要不到美国去采访 燕军和唐爽的话 哪有后来这些事呢 就都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就觉得呢 是这个周吕波呢 他搞出来的这件事 但是呢 如果我们再细细的想一下 周吕波他回国以后呢 他为什么能够再搞出来 这么一个风波 是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啊 唐爽啊和燕军啊 他们三个人 再包括胡杰 他们四个人吧 他们已经是有了纠纷了 他们那会儿就是在互相之间在打 我觉得这件事给他搞复杂了的话呢 我现在觉得呀 这个燕军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啊 这个周吕波和唐爽 在19号那天 他们去燕军他们家 对吧 然后离开他们家之后 然后被警察劫了 因为呢搜出来了枪和毒 所以呢 警察就把他们俩给逮起来了 扣起来了 那个枪怎么到了周吕波的包里面 我们不知道 然后那个毒呢 是周吕波自己的 好 他就他俩呢 就到了警察局去了 到了警察局去了以后呢 那是19号晚上 对吧 然后20号 他们俩在里面待了一天 然后21号 墨虎和胡杰呢 就把他们两个给保释出来了 给他保释出来了以后呢 这个周吕波建了燕军之后 用燕军的话说呢 他都几乎就哭了 他建了燕军以后呢 他就是或者委屈 或者惭愧 他有那种 那个啊 燕军说的 他当时的那些个肢体语言吧 然后这事呢 就是这样的 假如说 那个燕军呀 什么都不说 燕军不去追究什么 周吕波 怎么回事啊 什么就什么都不说 甭管那枪 怎么到了周吕波的 那个包里面的 对吧 不管怎么到周吕波那包里面 周吕波 从那号里面出来之后 见了燕军 并没有上来 就劈头盖脸的 就骂燕军 他没有 对吧 他没有啊 这里面应该说 没有燕军什么事 尽管那个枪是燕军的 周吕波 他是埋怨不着 这个燕军的 他也埋怨不着 唐爽 唐爽后出来了 对不对 那个保时金 也是胡杰给他交的 好 这事如果是 完了以后 就等着那个法律程序 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对吧 到最后呢 应该说 他们四个人之间呢 不会有什么纠葛 这是21号 对吧 21号这一天 根本啥事没有 但是22号的时候呢 这个燕军啊 他就主动联系 这个周吕波和胡杰 又搞出来一堆 那个FBI啊 什么那个 毒是谁的呀 那些东西 他就把事情 就搞复杂了 他把事情搞复杂了 他搞那么复杂呢 他在电话里面说的时候 那周吕波都表示不相信 周吕波说 你搞这么复杂干什么 什么FBI啊 周吕波都不相信啊 周吕波觉得这事呢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觉得 没什么大不了 当时他确实是觉得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胡杰呢 就到燕军他们家呢 他都不去 周吕波都没去 胡杰自个儿去的 然后燕军呢 跟他说了那么多 那个胡杰 就是第二天 胡杰的那个态度 明摆着 胡杰不相信 燕军说的那些话 或者并不重视 他说的那些话 对吧 这是22号 23号呢 咱们不知道他们干嘛了 24号的时候呢 那个腾爽呢 就去到周吕波他们家 到了他们家以后呢 跟胡杰跟那谈话 胡杰还做饭给他吃 胡杰丝毫没提 22号燕军所说的那些话 但是 那个唐爽呢 就诱导着这个胡杰 说一些个毒啊 从哪来的呀 这些 然后他还给录了音 唐爽为什么会干这件事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呢 就是 这个唐爽啊 就记恨 他是稍后 比这个周吕波晚出来的 他记恨这事 另外一个可能呢 就是23号 22号啊 这几天 这个燕军啊 跟他说了什么 我觉得呢 他计较那个 他晚出来的那会儿 因为燕军22号 他说的那些话里面 还没有透露出来 说唐爽对晚出来的那会儿 有生气或者不满 其实那会儿还没有 所以我觉得24号 唐爽这个录音呢 他一定是因为 他心里面对周吕波他们不满 这不满是从哪来的 如果他特别不满的话 那你可以不去啊 你不去周吕波他们家 我觉得这件事情吧 给他搞复杂了 与这个燕军有关系 燕军这事出了以后呢 他太过于热情了 他热情到就是生事 我觉得他上蹿下跳的 把这事搞得很复杂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真的是跟周吕波说的 他到底为什么 搞不清楚他为什么 他怎么这么恶心呢 很显然呢 就是22号他叫胡杰去的时候呢 那一天 那个周吕波对他不感冒 周吕波不相信他说的话 FBI什么的 然后24号的时候呢 周吕波说是去干嘛了 那一天 就是唐爽去的时候 去打球去了 去打球去了 周吕波你看心多大 周吕波那会儿 没把这件事看得多重 他可能是觉得 那个枪是合法的 可能是模糊跟他说了 那枪是合法的 完了以后那毒就一点点 所以呢 周吕波那会儿 其实没大回事 他们这件事啊 这一个枪一个毒啊 当时在周吕波心里面 不算个什么事 在法庭那呢 也不算个什么事 到最后呢 也证明了 那个法庭啊 警察呀 还有那个检控官呀 把这事都看得没那么大 处理呢 我觉得不太认真 周吕波呢 从这件事当中呢 就是说 死里逃生吧 如果他在美国敦监狱的话 对于他来说 简直跟死没啥区别 所以可以说是 死里逃生 躲过一劫 躲过一劫 更准确一些 他就躲过这一劫 按说呢 他躲过这一劫呢 应该是一个挺开心的事 但是这个中间呢 就搞得 他们四个人之间 或者说 把周吕波和胡杰 当成一个人 他俩是一体的 对吧 当成一个人的话 就是他们三个人之间 三方之间 搞得就是相当敌对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与那个燕军有关系 燕军把这件事情 搞得太复杂了 搞得呢 大家情绪对立 搞得那个唐爽呢 尤其是唐爽 跟周吕波之间挺对立的 唐爽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的对立 我就觉得 如果从一开始 燕军如果就什么都不说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事呢 肯定不是这个结果 现在呢 周吕波好像有点 不知道他认识到 没认识到 事情呢 不用那么较真儿的 他有一段时间了 他没说什么 然后呢 这两天 他又搞出来一个歌 叫感恩 他写这个歌 这个歌词里面呢 我感觉到 他也没有真的认识到 他没有认识到 他还是把自己 作为一个受害者 他其中的一句歌词 我觉得挺内人寻味的 他其中的一句歌词说 感恩欺骗 让我懂得信任 这句话 我觉得是一个牢骚 肯定是他是说 别人欺骗了他 对吧 然后又说什么 知道感恩你就幸福 不是他自己 知道不知道感恩 他从来都没有提过 唐爽对他的帮助 他都是说 他对唐爽的帮助 如果说他觉得 唐爽不知道感恩的话 周吕波也不知道感恩 他们两个互相不知道感恩 其实那个唐爽啊 如果在态度上 首先肯定 周吕波对他的帮助 对吧 哪怕多说一些 多说 80%说 周吕波对自己的帮助 20% 说自己受的委屈 我觉得这样的话 没准周吕波能接受一些 周吕波也一样 周吕波说了那么多 为什么不提一提 唐爽对他的帮助呢 感恩这两个字 说起来容易 真的做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 好 这事呢 我就跟您讨论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